近日,中国女排前二船姚迪在网上频繁曝光,先是和闺蜜朱婷在海边举办生日聚会受到关注,之后姚迪又受邀参加了一场商业活动。 主办方以中国女排队员身份介绍姚迪,这细节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认为姚迪和张长宁一样都在消费中国女排。 姚迪近日很活跃,姚迪是郎平执教时期的二船球员,但是进入国家队八年时间内,姚迪始终是替补二船,先后给魏秋月、沈静思、丁霞做过替补二船。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,姚迪没有进入蔡斌执教的中国女排名单,当时姚迪给出的理由是,自己正在喝中药调理身体,因此不便参加集训和国际大赛。 姚迪强调,当时已经和赖亚文指导请了假,姚迪当时没有去集训,此后就再也没有进入大名单。 为此,姚迪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喊话蔡斌,直言自己一直希望为中国女排效力,时刻等待国家队的召唤。 但是姚迪暂别国家队一年多时间,恐怕很难在有她的位置。 如今,蔡斌使用自己的爱徒刁林宇作为主力二船,重点培养上海女排的徐晓婷,广东女排的郁家瑞的基础上,还召回了老将丁霞。 姚迪回归中国女排的希望,非常渺茫。 姚迪虽然没有国家队的比赛任务,不过她也过得非常充实。 去年除了帮助天津女排拿到2022-2023赛季排抄冠军之外,还幸运地签约了意大利斯坎迪奇女排,与闺蜜朱婷一起在海外联赛征战了四个月时间,帮助斯坎迪奇女排拿到欧联杯冠军以及欧冠资格。 姚迪半年之内拿到两次冠军,她自己也非常开心,寄圆了自己海外打球的梦想,也能和朱婷继续并肩作战,真的非常幸福。 姚迪结束一家比赛任务,回到国内,先是到医院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,之后与天津女排的队友进行了合约。 欢迎来到我们的那丽莎电视副电微笑节。 那丽莎电视副电象去顶尖,也就这么说,我视频快乐性运动。 咱们更忙到了某个节目,就是某个节目。 我那个隔壁好像遇到某个节目,可以把节目推并像在某个节目, 最后一期都会担心开始。 但是,我对吧,在某个节目的表现, 所以所以这里有点招待了一个节目。 你会终于某个节目。 红娜丽莎加油 黄州亚运加油 姚迪本来参加一些活动无可厚非 不过主办方在官媒上在介绍姚迪的时候 标注的是中国女排运动员 这个细节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先前张长宁就因为上综艺接代言时 使用中国女排球员的称谓遭到质疑 如今姚迪布了张长宁的后尘 自然难以服众 张长宁和姚迪都是中国女排前队员 一起获得过2019年世界杯冠军 严格来说他们确实是中国女排的运动员 且二人都没有官宣退役 也都还有回归中国女排的可能性 因此以中国女排运动员 去称呼姚迪和张长宁也能说得过去 只是在中国女排球员都在努力训练的时刻 不在队伍中的球员去高调参加商业活动 会让球迷觉得不太妥当 姚迪如果以后也走张长宁的路 或许会把自己回归中国女排的路堵死了 跟海贡人们在传务之间 Norm